大家好,歡迎收看獨海浮沉,我是司徒甲大 古河的插頭真的用得多 為什麼呢?很多大廠都會用古河的插頭 因為料靚、造工也好 免得自己做,買些古河的插頭來做線 所以古河插頭經常都會見到 但是古河的線材,我自己是比較少用 我未用過古河的線材 今次試一試,為什麼要試一試? 因為Simon大師有些閃線 有些很漂亮的閃線,做了一些線給我試試 我試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的右手邊這條就叫F-PTCS31 TCS31就是它的型號,F-P就是POWER CORD 大家看到很粗吧? 有鷹式有尾式都是用古河頭來做 這條線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看到雖然它粗,但可以捆成這麼小 它的柔軟度都非常之不錯 就算你的空間不大,走線來說都可以走到 另外它的用料是PCCCC 比起OCC是更加高級的 插進去之後,力量非常之澎湃 我試過不同的位置 發覺為什麼要出一條鷹式出來呢? 就因為用來插拖板 做那條所謂的腫龍 腫龍的意思就是插拖板做第一條線 那個感覺是非常之不錯 令到你整個系統很有力量感 我知道可能不少朋友之前看過我的影片 用一條Gothfam來做一條腫龍 Gothfam那條又夠粗 藍色那條又有效果又便宜 但是如果你用久了 如果想試一下升級 做一條再勁少許的 比整個系統都用得完的一條腫龍的話 這條PCCCC會給予到一個明顯的升級效果 尤其是充沛的力量那一方面 好,接著到我左手邊這條訊號線 型號就是FA-Alpha-S22 FA的意思就是應該是Audio 剛才FP就是Power Cord 所以這邊就叫FA 它是用OCC來做物料 剛才我都聽了一個早上 換了去CD機過去膽機中間那條 Interconnect 即是那條訊號線 第一個感覺是非常之寬闊 空間闊了 然後樂器和人聲的分離度提高了很多 即是突然間好像加了少少Echo 有少少回音的空間感非常之重 但是那些人聲亦都很凝聚在中間 分析力亦都會有那麼多 它不是一條很明顯要走味道的線 而是我覺得它的空間感做得非常之好 如果你的系統是缺乏一種空間感的話 那這對線就一定幫到你了 說一說價錢 這條TCS31 1.8米 無論是鷹式還是尾式 都是賣2,980元 1.8米長 當然好像用鷹式比較划算 因為鷹式已經用到一個貴一點 和市面上最漂亮的一個插頭 就是古河的鷹式插頭 另外這條空間感非常之寬的 Alpha S22 一樣我們都是做1.8米 頭尾都是用古河的杜金頭 非常之靚了 那麼它的價錢就是2,380元 2,380元一樣都是1.8米 Simon大師就說 這兩條的線心 在市面上買到的散線來講 已經是非常之top的級別 去到旗艦的級別 那麼看回價錢也不是很貴 如果你想試一試 古河的線材的味道 即是古河線 配上古河頭 全條好像廠線一樣的 究竟是什麼味道 和我剛才說的聽感效果 如果你是覺得適合的話 你不妨今次可以試試這兩條線 今集的試用分享是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